就是基礎政策特工隊 然後我是大助 然後就是選擇紀念會成員 然後喵組影像的管理者 隨便 反正就是某某 等一下我又開始緊張所以我不知道我再講得很小 然後就是大松從2012年起半至今 已經有36場了 那這中間有很多的提案 那你曾經想過說有 到底有提過什麼案子嗎 那也有很多人曾經想要整理這些東西 所以就有了像是什麼 Ocean G0 VR 然後Project 2 然後Project Hub 的Markout 然後Project Hub 但是因為這些 專案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總共有37場黑客松 然後上百個提案 所以最後整理到達 有人去整理的時候因為想要 去嘗試的分類它 然後想要去 知道說我們到底有提哪些案 然後可是最後因為要分類 要做什麼這些事情都會讓 資料收集變得很複雜 所以最後他們就死翹翹了 因為大家實在太有生產力 專案實在太多了 那不過就是 還是要把它整理起來 所以就是周松團又發起了一個 G0V Database AKA G0V Project Hub N.0因為已經不知道有幾個 Project Hub 了 那它就是一個 你在 你在G0V.hackmd.io上面 搜尋G0V Database就可以找到 這個共筆連結 然後還有它的基本說明 那我們就是先把所有 第0次到第現在 35次大黑客松的所有的資料 包含說你的 在哪一場 然後是Project 是什麼東西 是Project 然後Warner這些東西 全部整理上去 然後 現在可以幫忙就是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你如果有提案過的話 你可以去寫說 你有沒有持續的更新你的專案 或者是提供一些專案的聯絡方式 那你可以幫忙去把其他 其他小松等等的專案提上去 然後就是基層特工隊的部分就是 因為基礎建設的定義是說 可以讓社群維運更好 以及讓大家在參與社群的時候 更方便的一些專案 那像是什麼G0V Style 然後G0V Domain 社群自己共餅等等的東西 對 那所以就是 然後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幫忙整理 然後媒體報導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好啦 做點是跳後面 在挖掘專案的過程中 就找到一些上古神獸們 對 然後就是之前Ronnie 有弄了一個G0V復活節的活動 然後因為有看到有一些 在整理過程中 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專案 所以也是想說 就是請他幫忙復活 那這一次 有先一個就是 開放授權小幫手 那他可以就是幫助文字工作者 設計者 以及 影像工作者來幫忙去選擇你的 你的CT授權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久違的8bit就復活了 所以大家還沒有玩過可以玩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如果你對於各種 你今天不知道來想幹嘛 然後你不知道G0V做過什麼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 你想要幫忙很適合 擅長整理資料的話 你都可以來我的專案看一下 就是 反正就是所有的 考古啊 然後整理東西啊 然後寫文字啊什麼的 都可以來這邊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九松團的大助 謝謝九松團的大助